第三個字格是誰呢 請看第一個提示 第二個提示再開始秒 韓儀邦 答案是 對嗎 暗戀答對沒有 當然囉 沒有回報的愛 韓儀邦 請就位 歡迎一幫同學 時間大學 數位媒體研究所 但你只有三分鐘答題時間 前面被人家用得差不多了 跟前面一點關係什麼 沒關係 人到真的就三分鐘 遞檢 被前面用差不多什麼 好啦 人生的第一套題目 終於得已看到它了 來 請公布 韓儀邦今天的題目 第一題 霸氣雙魚男 說是你在這個 飄完過海來愛你這個戲裡面 給人是個霸氣的寵妻老公 對 寵妻的老公 然後呢 平常也會跟朋友呢 或我聊聊星座 所以我們就把這兩個呢 綁在一起 雙魚男 好不好 好 我有金手指 當然跟日本那個家同 沒什麼關係 我們是跟吳婉君合 開了一個YT的節目 對 我們開了一個YT節目 然後有一次 玩那個金手指的比賽 手指運動會 對不對 對 所以有個很靈活的手指 OK 好 攝影得獎照 他很會拍照 喜歡 因為自己有許多的器材 脊椎炎共病 你有僵食性脊椎炎的問題 這很難完全好 不會 料理好夥伴 擅長料理喜歡 成年威士忌 未來威士忌 他會喝 然後有酒商朋友 燒肉吃吃烤 他愛吃 狗狗上廁所 他愛 他愛狗 不是愛上廁所 是我愛狗 對 至少三題 但前面這兩位 要超越他們 我一定要拿到塵盤機 機器 對他們說 塵盤機 夠 不是要講這個嗎 從哪邊開始 霸氣雙魚男 霸氣雙魚男 是 請出帝 加油 根據台灣星座網站的報導 消夜哪一個是雙魚 雙魚座愛上一個人 會有的霸氣行為 A動不動就管你 B時時刻刻盯著你 C絕不讓你受委屈 我的答案是 B B 鎖定 我怎麼會猜別的 我也是 因為你不是雙魚座的 原來這麼簡單 答案這麼簡單 因為我不是雙魚座 對 不過怎麼以為雙魚座會 絕不會讓你受委屈 他應該屬於這種浪漫的霸氣 雙魚座最容易人家受委屈 好像也是耶 多情男子 翔偉文 結婚了就不要提了 可以講出來嗎 動不動就管你是可以刪掉 雙魚座不太愛管別人 所以刪去之後就留下了一個 時時刻刻盯著你這個來 會耶 感覺上雙魚座就是會 如果他注意到這個人 就會一直去注意他 所以那位空姐女朋友 你常會盯著他 你也盯不到啊 八公姐 你也盯不到 怎麼盯 騙我嗎 你是不是沒看新聞分手一段時間 太尷尬了 對啊 後面有人都不敢講話 好 回正題 請揭曉 好 天啊 好 好 太尷尬了 好 你真的會盯的喔 會啦 你這次算是 佔有慾 也不是佔有慾 我會去觀察 他在做什麼 然後你就會發覺 很可愛 你就是說他在做什麼 他喜歡做什麼 或者是他會有什麼好笑可愛的行為 就去注意 第二題 你怎麼會喜歡料理 我覺得我跟料理很有緣 我真的 就是我家裡面很多鍋子 都是上節目迎來的 是贏 是贏我嗎 不知道 有 我也輸過你的 但我只是輸過而已 好 料理好夥伴 請處理 我的答案是 B 1 鎖定 很像是耶 豆豉苦瓜 感覺我的印象裡面 好像可以吃到 就是大蒜嘛 切那種大蒜末 有 有 蔥爆雞丁 雞根 它有蔥了 然後蔥爆雞丁 雞根蒜頭 其實是 沒關係 它可能多一個味道 但是不會讓口味整個 變得很遠這樣 可能這樣還可以 對 清蒸魚 我仔細回想一下 在家裡面蒸那些 薑絲 蔥絲 辣椒絲 沒有蒜頭 這樣子進去 等一下沒有 而且 蒜頭蒸過之後 很容易軟掉 它就很容易就到你的湯裡面 那味道 應該會變合過 的確會變 對 清蒸魚 答對的 請介紹 好厲害喔 兩滴 門檻快到了 陳蠻雞了 好 加油 來 加油 我重說明 大蒜雖然味道很濃郁 而且大家會覺得它很百搭 但是偏偏就有幾種料理 是很不適合的 一個是清蒸類 另外一個就是糖醋類 因為像是這個海鮮 它其實基本上就是希望 可以提出海味 那其實你把這個大蒜加進去 就像是這個海鮮 之後就會把這個海鮮 本來的鮮味給蓋過去了 所以因此通常 海鮮在清蒸的時候 只加蔥 薑蒜 絕對不可能放大蒜進去 而另外糖醋類 它如果加了大蒜 就會破壞掉到糖醋 本來那種酸甜的口感 所以也是非常不適合的 來 恭喜一彎的巷子 第三題 我覺得還是從脊椎炎好 因為脊椎炎這個東西 我有這個病 僵直性脊椎炎 所以我會懂它比較多 我親身就在我身上 對不對 要完成他們的遺願 要現狀是有把握的下去 對 有道理 來 請處理 我的答案是 是C 請鎖定 僵直性脊椎炎 為什麼眼睛跟著發炎 基本上腸胃炎一上來都不會 但僵直性脊椎炎會引發 有的時候眼睛很容易紅腫 眼睛不滿 對 有的時候很容易 你就有啊 對 有的時候很容易 因為僵直性脊椎炎 它導致的其他的症狀還滿多的 那我們就能問到一個 你拿手的題目了 被他們講的我覺得很想要 請揭曉 揭曉 僵直性脊椎炎的人 是不是最常有眼睛發炎呢 漂亮 衝破了這個障礙 久病成良醫 你就會知道什麼狀況 其實僵直性脊椎炎 真的算是一種 滿辛苦的疾病 因為不僅是非常不舒服之外 它會有很多的 其他的共病的狀況出現 比如說呢 我們剛剛選項當中 有提到的胰臟炎 它其實呢 不算它真正的共病 但是呢 也常常會有僵直性脊椎炎的人 也會有胰臟炎的狀況出現 而它的腸胃炎的疾病呢 是九倍之多 但是我們剛剛說 眼睛發炎的狀況是最高比例的 幾乎呢 是一般人的三十倍 只要有僵直性脊椎炎的人 通常都會反反復復 不斷地有紅膜炎的狀態出現 因為呢 它是一種自體免疫的疾病 那麼只要有僵直性脊椎炎的人呢 就很容易全身系統 都會有一些問題出現 所以眼睛就會特別容易發炎 恭喜得到一萬元吃衛星筆 漂亮 漂亮 你搞不好今天是成績最好的 真的 好 成年威士忌 對啊 不選了不就沒這一題了 成年威士忌請出禮 如果想知道一瓶威士忌的出場年份 可以留意什麼地方 比較能夠準確地推測 A 酒瓶的容量 B 瓶身的形狀 C 酒塞的種類 出品敲它的出場年份 退留意什麼地方 容量瓶身形狀這 出場年份 我的答案是 C 鎖定 第一個撇掉的是A 酒瓶的容量是不是 但是各種年份都有不同的樣子 很難準確說出來它是哪一種容量 對 它基本上就這幾個規格而已 我猜的是BC 對 那瓶身的形狀 我覺得反而反映的是 每一個酒廠自己的習慣 設計風格 設計風格 有人是瘦長瓶的 對 有人是矮胖瓶的 對 那酒塞 我是覺得酒塞有一種狀況 紅酒至少它的酒塞是有 那一年的什麼木頭啊 什麼什麼的去做出來的 會是什麼樣子 然後像現在比較新一點的 就會是 塑膠的那個酒塞 比較塑膠的那種的都有 所以我覺得 這是我想到最接近的 猜貝的秒 請 繼續 尷尬了 喝威士忌的人 他不知道重點 我就說這個真的很難 正確答案是 怎麼了 好 要告訴大家 因為呢 以前 蘇格蘭的規定是 一般威士忌的容量 要750毫升 但是來到1990年的時候 這個法令改變了 變成說是700毫升 對 所以 對 如果你的手邊 有一瓶威士忌 它是750毫升的話 基本上你就可以斷定 它的確是有一點年份的 至少它是80年代以前的威士忌 但是有一個但書 就是在美國 他們的規定還是750毫升 所以如果這一瓶威士忌 它是有入口到美不去的話 那這樣子的一個方式就不適合 你可能OK囉 學到了 來 送個禮物給他 好 我們要送給韓一方的是 聰明先生 小子出門機 二代紅綠燈 一分鐘六千次 高品拍打 深入床墊 被入 沒藏在紡織品內的塵蠶 也能夠被震出來 比一代吸力增加到27% 自動偵測塵蠶髒污量 熱膚除濕 預防蠻窮滋身 送給你 它幫你們如願 實現了你們的遺願 只有一台 也因為它現在這裡 它就掛在這裡 所以下一個資格賽 來 全明星空略模範生招募中 加入會員 讓你有鍛鍊籌籌碼的機會 在社會走跳 總要有兩個抑制題目放口袋裡面 聚會聊天破冰 都是很好的幫手 不要再考慮了 按下訂閱的頻道 加上小鈴鐺 全明星空略趕快來訂閱喔 棒 enorme